大家好我是嘉俊老师 我们今天来解这个三角星的五星 他是在初二上册的第100页 然后那时候只有大概介绍而已 没有真的去做任何计算 现在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要去理解这个三角星的五星啊 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前三个我们会在Chapter 2的时候学 Chapter 2的时候学 第四个我们在Chapter 3的时候学 第五个我们高中阶段没有学 第五个是外星 旁星 sorry 旁星我们高中阶段没有学 好了我们先解释第一个 第一个三角星的五星啊 可以在三角星里面的星吗 可以在三角星的五星 可以在三角星的五星 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叫重星 我们学的叫重星 它的英文是Center of gravity 或者叫Centric 它重星Center of gravity或者Centric Center是星吗 of gravity Center of gravity或者Centric Centric的计算方法是在一个三角星里面 可以在三角星里面的三条中线 可以在三条中线会相交于同一个点 可以这样什么叫做中线 可以什么叫中线 可以中线的英文叫median 这个字刚好跟统计学里面的中位数是同一个英文字 可以可是这英文字在几何里面表达的是中线哦 中线的意思是哦 中线的意思是我的顶点去到对面那一条边 可以假设这是ABC ABC 这样A这个顶点就画一条直线去到BC这条直线 他去到BC这条直线会把BC的边分成一半 可以这样这条蓝色的线我们就会叫他经过A的中线 可以经过A的中线 可以这条线我们叫经过A的中线 英文的话就会写成median through A 可以经过A的中线 所以以此类图如果画第二条 可以画第二条是经过B的 可以经过B的中线就会从B画到AC 可以从B画到AC 然后会把AC分成一半 所以以此类推到这条绿色的线 绿色的中线我们就会叫他median through B 可以经过B的中线 所以以此类推第三条中线就会是C 在C这个顶点去到AB 可以去到AB的中间 所以这三条中线哦 他们会交汇在同一个点 OK这三条中线他们会交汇在同一个点 他们交汇的这个点 OK交汇的这个点 我们就会叫他centrite OK我们就会叫他重心centrite OK因为这里是属于三条线交汇在同一个点 所以三条线交汇在同一个点 在我们的数学学习里面叫做concurrent OKconcurrent啊第一章学过了 OK1.3学了这个concurrent OKconcurrent三线共点 好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个大致上的中线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进入解题的环节哦 OK第15题的题目讲的东西是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三角形PQR 它的分别坐标是-1-2-2-1这些 所以我们稍微写一下 所以P这个点可以叫-1-2 Q这个点叫2-1 R这个点叫04 它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好这个三角形哦 OK这个PQR三角形啊 OK它里面就会有刚才我们讲的三角形的五星哦 OK它其实五个都有 只是这一题题目只要求我们找其中一个而已 OK啊 好来A小题题目问的东西是- Find the equation of median through P OK首先median是中线 也就是讲median是一条直线方程式 所以这个题目哦 它讲Find the equation of median 就是要求我们找equation of thread line OK equation of thread line 好所以只要是找直线方程式 我们就会回想起两个找直线方程式的方法啊 OK通常都用这两个啊 OK y-ye等于n x and xe OK第二个 y-ye除x-xe等于 y2-ye x2-xe OK point gradient form跟2 point form 好所以我们就会看这个题目 到底是要我们用哪个方法咯 但是针对中线其实还有第三种找法啦 不过那个不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跳过去啊 OK好PQR三个点 OK首先我们要先去找经过P 可以经过P的median 所以P点的座标肯定会用到 因为他讲经过P嘛 所以P点的座标肯定是会被我们使用到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理解 什么叫做经过P的median 所以经过P的median 从P画到对面的QR 可以从P画到对面的QR 他会把QR分成一半一半 OK好会把整个QR分成一半一半 像这样 OK这是这是一半 好所以所谓的一半哦 就会导致他一定会经过QR中间的这个点 可以这样什么叫做中间的点呢 就是midpoint OK中点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透过midpoint的公式 去找到QR中间的点 可以去找到QR中间的点 所以A小题我们开始做的话 我们会有midpointofQR 可以Q跟R中间的点 我会Q跟R中间的点 它会变成是2加上0除以2 1加上4除以2 可以中间的点 可以中间的点 好所以QR的midpoint就会变成是1跟2分之5 可以1还有2分之5 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中间这个点叫1 然后2分之5哦 所以接下去哦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的这条 OK我的这条A小题的median true P 它会经过P 也会经过QR的midpoint 所以我们有一个坐标 两个坐标 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去找 Equation of median true P Equation of median true P OK经过P的median 我们就可以用2 point form OK就可以用2 point form Y-2除以X-1等于 5分之5-2除以-1-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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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会变成2y减2 2y减4 因为乘2 ok 好了 我们再乘2会变成是4y减8等于x加1 可以全部移到右边去 但是我们写左边 就会变成x减4y加9等于0 ok这个x减4y加9等于0 就是我的a小题的equation of medium 2p 好 接下去b小题 要求我们找equation of medium 2r 可以经过r的median 所以经过r的median我们用绿色 经过r一定会用到r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median的概念是 从r点画到对面的pq 可以从r点画到对面的pq 它会分成一半 可以它会分成一半 好 所以b小题我们做一样的事情 b小题我们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会去找midpoint of pq 可以经过r 所以要找pq的midpoint midpoint of pq pq的midpoint -1加2除以2 2加1除以2 所以pq的midpoint会找到另外一个分数哦 1 2分之1 2分之3 好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去找equation of medium 跟true r 可以经过r的median 然后就把图没封印要放进来 可以看你决定要用谁是x1 y1 谁是x2 所以这里如果我们选择04 当作x1 y1的话我会有y-4 x-0 2分之3-4 2分之1-0 后续的整理老师留给大家记作 所以你按下暂停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完成再继续停 再你按暂停 好整理完之后哦 你就会知道你的median cash出来的结果应该要跟我的一样啊 5x加y-4等于0 所以这个整理的流程我就没有谁给你啊 你就自己去完成这个 5x加y-4等于0 所以这时候我有 蓝色的线也有绿色的线了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概念哦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概念 其实还有另外一条q的median 还有一条另外一条q的median 它会接到pr的中间的点 pr的minpoint 可是这个题目没有要求我们找 没有要求我们找median trueq 因为今天我要找焦点 其实只需要两条线去接连利就可以了 两条线就可以了嘛 我们不用真的找三条线 我们只要知道三条线真的有一样的焦点 因为concurrent的关系 所以q的median我们是没有去找出来的啊 q的median我们没有去把它找出来 我们找到蓝色的truep跟绿色的true 两条median之后 c小题的部分 c小题的部分 我们要找coordinate of centric 我只需要把a小题的线 x-4y加9等于0 还有5x加y-4等于0 可以让它去做解连利就可以了 可以让它去解连利 看你要substitution还是elimination 可以加减消炎法带入消炎法 去做这个解连利的流程 我们就能够找到coordinate of centric coordinate of centric 所以我们去解连利 好我们迅速解解 所以第一个 第一次我们可以得到x等于4y-9 所以直接带进去第二次 所以我们会有5乘上4y-9 加y-4等于0 好我们就会从这边去找到x座标是1 3 y-7 我们就可以写c的解答 centric的coordinate 会是1 3 3 这样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整个解题流程 就会用到两条median 所以大家要记得的事情是 只要是找median 就会跟midpoint有关 因为它是连接顶点到对面中点的直线 可以连接顶点到对面中间 所以p点连到qrmidpoint r点连到pqmidpoint q点会连到prmidpoint 虽然我们没有找第三条 但是这个概念是要理解的 好这样就解决了 这个是立体15